我们是幸福快乐的一家人 我们要相亲相爱的永恒 美丽的梦 一会儿我带月儿上山打链 你 嗯 我 王后是担心阵爬不动吗 放心吧 今天阵性好很多了 早上运气一点也不碍事了 就算如此 那也不能用内力 打链要用什么内力啊 不拉弓吗 就拉一把小弓 还得用到内力 王后 你是不是太看不起我了 谁看不起你了 你的伤还没好 何必去折腾呢 再说了 以后又不是没有打猎的机会 何必是今天呢 朕昨晚答应女儿了 可不能食言 你放心 我陪女儿 你带几个人打猎如何 行吧 既然她非得当个 守承诺的慈父 那她就成全她一回好了 吃过了烤地瓜 宁一针又让燕凤阳 喝了一瓶营养液 休息了一会儿之后 给她吃了几粒药 出发吧 楚辰 带人护驾 明白 一行人正准备上山 可这时 天色突变 要下雨了 月儿 等天气好的时候 再让你父皇陪你上山好了 好吧 燕一月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 她其实是不想打猎 她是想和父皇上山摘野果子 小金花说了 这后山上有很好吃的野果子呢 摘点野果子 做上一些野果丸子 肯定也是非常好吃的 父皇 母后 我们一起来画画好不好 这么小的要求 自然得成全她了 宁一针先答应了 好 一会儿我们画个漂亮的杯子 然后再做成坯 让你楚叔叔烧出来 近来巧妓房 找了两位瓷器大师 正好 她带着女儿去玩玩泥吧 太好了 我要换父皇 娘亲 哥哥和我 烧几个雌像 注意不错 宁一针爽快地答应了 走 我们先画画去 画画 燕凤阳小时候学过几年 虽然画技达不到大师的水平 但是也不差 只是当她看到 皇后画的那小像时 顿时就惊讶了 王后 你这是什么画法 宁一针手握一支铅笔 洁白的画纸上 是自己女儿活灵活现的小脸 这叫公笔画 天哪 太写真了 可否给朕画一看 宁一针抬起眼眸 皇上喜欢 喜欢 非常像 很逼朕 比宫中画师画得像 那是肯定的 宫中画师画法不同 所用到的工具也不同 毛笔画画 总不可能有铅笔这么的顺手 没问题 没问题 父皇 要给你画的 这是娘亲的 这是父皇的 太好了 以后我们有自己做的柴杯了 燕凤阳也很是欢喜 一家人在一起的感觉 真的是很好 好 好 好